给狗人们看动物世界 令我没想到的是呀 扇厨竟然看懂了 我一放去给拉黑是吓狗枪的 拉黑打着个小孩他害怕 扇厨听见声音从外面进来了 眼睛只狗狗狗就在这看一样 这个时候呢我还不太确定 我心这是巧合的 他可能也是好奇 因为他从来没看过 你看他一直眼睛没离开过 然后呢我做了个小实验 我就等他们都安静了 然后我再打开给扇厨看 这一下子不得了啊 搞放上去没什么变化 突然间扇厨的眼睛 你看死死的盯着屏幕啊 就没挪开过 就一直在这这么看 你看的 我一心这是不对呀 扇厨成竟了 能看懂动物世界啊 然后我就抱着怀的态度 我就这么一直拍着他 哎你说他奇不奇怪 他就这么一直看 你注意看他的眼神啊 他死死的盯着屏幕啊 就有的时候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也会看看别的地方啊 他这不一样啊 他这就死死的盯着 一直在这看 就在这个时候 越觉得越觉得可怕呀 难道说他这里能看懂 有点太吓人了吧 那你说他看不懂 他在这看啥呢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 说狗吧能看懂 但是呢 他们大部分看的是低频率的 因为他们的眼睛 和人类的眼睛不同的 和人相比 他们看任何的画面 都是慢动作的 说狗看电视呢 主要是在听声 但是呢 我又没给他放很大的声音 他还是这么死死的盯着 之前给他放那个大鲨鱼的 他就不愿意看 但是呢 只要是猎豹和羚羊 这种色彩斑斓的 他就喜欢看 三厨就这样保持了十五六分钟 一直这么看着 后来我就想不对啊 我就给挪开了 挪开之后呢 他的眼神随着这个东西挪 他也在挪 然后还是这么死死的盯着 我真是不太理解了 至于其他狗是吧 拉黑是实在是太有才了 你咋的了 不叫你看来不行吗 拉黑好像被吓走了 从屋里出来就躲在这 哎怎么喊呢 也不打理我 这一天这狗啊 都要成劲了 而另一只小打斗吧 就是磨磨正正的 他可能太小了 看不懂啊 反正就是也是害怕 就觉得不太得劲 就走了 前报呢 最开始我以为 他是能看懂呗 也像删除那样 其实呢 他就是怕吵啊 他觉得挺吵的 然后他就挪另一边了 所以现在我就有一个疑问呢 狗到底能不能看懂动物世界啊 我去农村遛狗 拉黑走在前面 他突然间他往回一跑 我心里怎么回事呢 我就把他们喊回来了 回来了 我这一看 这有头牛啊 然后删除就上去熬熬叫 我还怎么这狗还行啊 还知道叫回那样事 我这就找拉黑啊 我一看拉黑从我身边喘出来了 拉黑啊 遇到三位前 屁股跑都快 我看拉黑那个实处 我就准备再试试他 我就往前走 我看这个牛真挺大呀 至少比删除大个五六倍 但删除人家不害怕呀 他站在我前面 嗷嗷叫哼呢 多多少少 他有点保护我的意识吧 看他拉黑 也不知道跑哪去藏起来了 我看删除在这就嗷嗷叫哼 行 赶紧走吧 别大姑娘惹事了 万一把牛蒸净了 砸正 我这往回走我就看见拉黑了 我是正服的呀 拉黑藏得老远了 这么说吧 至少吧 大概20米 他趴在那个穴堆里往这边看 他离我们老远了 这叫狗 这也是狗吗 这叫 你看拉黑 一看大事不好 又跑了 不得不夸删除几句了 遇到啥事 直到往前上 最起码吧 让我心里得到点平衡啊 养将狗他不白养 最起码他知道叫我呢 他有保护你的意识呀 什么这回音 散除没怂 我怂了 我怕牛蒸给我拱死 所以我叫他们赶紧跑 走吧 快走快走快走 拉黑 拉黑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 跳鸡了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 看除吧 管怎么还知道等我一下 拉黑呢 遇到危险了 躲得远远的 跑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 然后吧 我就想一件事 你说养条狗 我供他刺供他血 而且还都供他玩 然后呢 遇到什么危险 一躲一藏呢 你说我养他干啥呀 我来不来气 而恰恰呢 边木拉黑 就给我上眼了这么一处 这还没咋的意呢 我得远远的呀 要不就在雪地里一怕 在那看着你 哎我也不出事 反正有点啥事 我就赶紧跑 边木啊 心眼太多了 他的纵层路实在是太低了 他先保护他自己才行 不会保护你的 三厨 三厨 你短眼不错呀 养你不白养啊 拉黑也就是一个废物 拜拜 哈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首先度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天天开心 最主要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就是身体健康 是不是有很多人和我一样 早已经忘了 三厨和拉黑 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了 当我翻出来这个视频的时候 这一切过得也太快了 我是2019年 六月份左右买的拉黑 然后七月份左右 上传了第一个 关于拉黑的视频 那个时候的拉黑 真是有点傻 有点二 就给我的感觉 就跟哈斯奇一样样的 除了能拆架 啥也不是呀 再看看现在的拉黑 你们和我一起 见证了拉黑 如何从一个傻狗 变成了一只新既旺的 然后最新的视频 看见牛跑那个 你们看的不来气吗 一想起来这事 我就来气 散除吧 这么长时间 其实没怎么变 从最开始 看见人开始叫唤 到现在 见到人还是叫唤 只是吧 现在让我管的 他就是不敢上前了 是真的 但是其他的呀 还真就没变 散除唯一的缺点是啥呢 就是太赖急了 现在很多朋友关注我 也是因为散除 因为散除这个狗 刚开始我买的时候 我没觉得杜宾是这种性格呀 在家赖赖鸡鸡 和钱包两个一天天的 一会儿像母子 一会儿又像情侣的 直到现在为止天天网 爷俩还是一起睡觉呢 你说奇不奇怪吧 他俩这关系好的都不一般呢 就好像是那四三多年的情人呢 然后吧 在我这相遇了 你说吧 我也没有理由不好好照顾他俩呀 但是他俩这个年糊劲 有时候看的是正反应的 尤其是吧 现在钱包打呼了 散除呢 网上也打呼了 他俩的护车上此起彼伏的呀 吵得我网睡不好觉嘛 每天发视频 我都会看大家的评论 我真心里觉得呀 你们的评论 比我的视频有趣多了 每一次看评论 我都很开心 这已经成了我每天睡觉之前 必做的一件事了 因为有你们 喜欢靠近视频 所以呢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 特别的有意义 在新的一年 我会继续的好好拍视频 尽量让故事更有趣 更搞笑一点 然后吧 给三厨买个老公 给拉黑买个媳妇吧 小法都已经有媳妇了 虽然说他不太喜欢 但是眼睛现在 也不是单身狗了 然后我最后想说啥呢 在这几个音乐当中吧 我不仅分享了 关于几只狗子的故事 连我自己的故事 我也分享出来了 你们可能是 除了我家人以外 最了解我的人了 在新的一年呢 大家一块加油吧 为了自己的家人 为了自己 为了更好的明天 而努力 加油 本应该是一个 团团圆圆的新年 本应该是千家万户 最开心的时候 本应该是兄弟姐妹 齐聚一堂 只因为你 吃了野生动物 让数以万计的医护人员 不能回家过节 武汉封城 所有人都不敢出门 只是因为你爱吃 你或许觉得它是新奇 因为你的一己私欲 让这么多人 过不好春节 当我去逛超市 我发现很多人 都戴上了口罩 并且超市里面 在大面积消毒 我才意识到 原来有这么严重 而这一切 而这一切的起源 是因为吃了野生动物 好多人猜测是蝙蝠 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把蝙蝠都杀死 让它们消失 我真想对这一部分人说 没有蝙蝠还会有其他动物 从最开始的艾滋病 到后来的非典 都是动物传染给人的 为什么会传染给人呢 是因为你们伤害它 你不去吃它 你不去打扰它 就不会有这次疫情的发生了 甚至现在很多人可笑的认为 人类是地球的主宰者 现在科技这么进步 这么发达 再怎么发达 再怎么进步 没有任何一种方式 是可以抵挡自然灾害的 我就不明白了 人类有什么能力 可以任意的去伤害别的物种 再说说人类的食物 猪肉 牛肉 羊肉 各种的美食 各种的做法 无论你处在哪一个城市 你随便去一个小吃街 里面至少有30到50种小吃 还有各种的菜系 如果你想吃 从你出生那一天开始 每天只吃一道菜 至少可以吃到你50岁 所以为啥要吃野生动物呢 凭什么因为你的一己私欲 就结束它的生命呢 动物已经有很多方式来警告人类了 最开始的艾滋病 是由星星传染的 非典是蝙蝠传染给果子梨 果子梨被人吃了 现在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也是由于人吃了野生动物 你怎么就那么馋呢 那么多美食 那么多好吃的 就不够你吃吗 非得玩个独特 非得搞个特殊 你就必须吃点新的东西 你就在祸害自己的同时 在智能下 祖国上上下下这么多人 人类要学会尊重自然 学会尊重别的物种 每一个物种 都有生存的权利 不要因为你会说几句话 会思考 会利用工具 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比其他物种高一等 如果再这么急于下去 最终毁掉的是人类自己 不论是动物还有自然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对抗人类 人要学会尊重其他物种 尊重自然 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 做不到完全的不吃肉 不吃鱼 但是我知道尊重生命 那些该吃的我吃 那些不该我吃的我不去吃 尤其是因为你的一己私欲 而结束了他的生命 那样的事情我做不了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我阻止不了他们伤害野生动物 但是我可以做到不买 不吃 记得戴口罩 感谢你听我的吐槽